新闻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系的是国民党在前天中常会上 通过了16位的立委提名人选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受到在场的中常委 还有县市长党务主管的欢呼跟鼓励 好党内现在定侯于一尊的态势渐渐明显 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在昨天谈到了2024年征召提名人选的时候 他直接挑明的说了 现在党内的态势非常的明显 就是侯友宜市长了 侯友宜已经算是表态了 实力也是最为坚强的 为了强化打击诈骗 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打诈三法案的修法 包括了洗钱防治法 证券投资信托还有顾问法 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相关条文的修正草案 这当中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 账号罪 最终可以判处五年的图情 可以并科四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网路投资广告必须要实名制 好非公务机关违反各自安全维护义务 情节重大者最终一千万元以下的罚还 草案将会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旺报的头半头消息 大陆的海关总署13号 出席了大陆国新办的发布会上 说明了今年第一季出口外贸的表现 如果以美元计价来看 三月份单月出口3155.9亿美元 年增率来到了14.8% 好表现已经由负转正了 终止了连四个月的走衰情况 如果在拉长看到前三个月的累计出口总值 来到了8218.3亿美元 也同样是由前两个月的年减6.8% 现在都已经转为了正成长 0.5%了 不过说到大陆 好大陆原本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时代 现在很可能要宣告终结了 因为联合国的报告已经预测 2023年印度的总人口数将会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媒体也特别引述了人口学家的分析 表示呢 印度超过中国大陆的时间 大概会落在今年的4月中旬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现在呈现出高龄化 不过在印度方面 则是以轻壮棉为主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